很難混啦 很難混 整隊HBO太過分了吧 太過分了 我傻眼啊 我想說這怎麼弄的 因為妳知道我大女兒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我不曉得要當什麼愛心媽媽 其實講故事我也不要 因為我就覺得自己很紅 然後還在這邊去 紅小孩 就是 No my business is OK 然後就是在那邊填單子的時候 我就想說就錯過 可是有一個媽媽剛好跟我認識 她就說妳要哪一天 我說我們兩個組一隊 我說 組一隊 組一隊 她說 妳講故事我準備禮物 我說 那我要去講故事的前一天 剛好跟那個哈琳哥工作 然後我就一直很恍神 然後哈琳哥說妳在幹嘛 我說 我現在胃很痛 壓力好搭 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明天要去學校 當愛心媽媽要講故事 他說這有什麼好緊張的 妳的那三鏡都主持過了 余晨靜遠 她親自去講故事 然後一開始講那個故事 前兩句小孩就說 妳都有加入 一定要 妳知道我女兒有多愛偷看我的手機 然後看我在家長群組的表現如何 不是 因為比如說 他們就會說 問一個活動說 誰要參加的人就加入 然後我就說 我的女兒要加入 然後我女兒就看到她說 這是什麼 我說就是幫妳報名 妳也要加入 她說 然後她就說 妳難道不會Copy Pass的嗎 我說有差嗎 她說每一個人都是Copy Pass的 然後妳在後面再說 加一 誰在誰幾號 前面已經寫十幾個了 對 然後只有我一個就是 從右邊這樣探出來說 直接要加入 她說妳這樣會讓我很丟臉 妳知不知道 然後所以我就 然後 她遇到她已經警告 我不要在節目上多聊她 所以我就後面 她就會 還會連這麼小的殺到丁耶 對 這是妳如果是 不過會Copy的話 她也會覺得很丟臉 天啊 我覺得她們釘衣服也釘得很緊 像我要參加她的那個音樂會 她叫我前一天 把那個制妝的那個給她看 就是我什麼要配什麼 然後要配什麼包包 對 我上節目她都沒有在管的 但我去她學校 我要給她審過 她說 媽媽 妳不能太老氣 不能老派 妳就是要端妝 但是又不要太嚴肅 然後我說那怎麼弄啊 她說 妳就是可能一個Sweat shirt 然後要穿一個什麼Legggy 然後一個靴子 然後簡單低調 但有點那個品牌的包包 對 要檢視妳的品味 因為我女兒也說 妳所謂的休閒褲 不是我說的休閒褲 她說的休閒褲就是類似 緊身牛仔褲 或者真正的Legggy 她說妳不要穿 妳在家的那種休閒褲 睡褲什麼 因為還是很緊 休閒褲真的很休閒 真的太休閒了 我報名過故事媽媽 我也有 但我真的被打巴掌打慘了 因為我們就是輪流 一人一個禮拜 然後我那一次我想說 這我強項啊 講故事還不簡單 然後我還帶了那個翅膀道具 因為它是一個小仙子的故事 然後我就一揚頓座 我們以前混組部的 對 因為要強項 高要低 然後要生動 然後是一揚頓座 對 變換聲音 像奶 像女這樣子 然後大小小 對 我還準備那個健康餅乾 是不是已經覺得面面俱到 然後老師還說 媽媽 那之後我們有小朋友 要參加說故事比賽 妳可以幫我訓練嗎 我說沒問題 沒問題 這樣 那到後來就選我女兒了 因為我要訓練嘛 對 就讓我女兒去參加比賽 結果下個禮拜不得了 妳剛剛講的 那個我突然想到 有一個媽媽 她是把整個 她是籃球媽媽 她把整個SBL球隊帶來學生 SBL球隊 然後我現在後面臭眼 真正的人物 我以為她是扛著籃板進來的 沒有 真的 別這樣 我明明明星球員在教他們 整個年級 然後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那同學瘋掉了吧 瘋掉 炸掉了 AI機器人在幫他送飲料 天啊 天啊 我的故事都拉掉 你講都迷失了 我要死在故事了 妳的算故事 我們算事故了 不要事 很難混啦 很難混 整隊HBO 太過分了吧 太過分了 我傻眼啊 然後我想說這怎麼弄的 因為你知道我大女兒那時候 我一直想說 我不想要當什麼愛心媽媽 即使講故事我也不要 因為我就覺得自己很紅 然後還在這邊去 紅小孩 就是 Not my business OK 然後就是在那邊填單子的時候 我就想說就錯過 可是有一個媽媽剛好跟我認識 她就說 妳要哪一天 我說什麼哪一天 她說我們兩個組一隊 我說 組一隊 組一隊 她說 妳講故事我準備禮物 我說 蛤 因為就是真的是 就是算是有一點友誼的 我就說好吧 然後我就講 然後我也是跟你一樣 覺得自己講得很好 結果還準備那個 一個英文故事 就中英文參雜 然後還會說什麼 Paper bags 什麼意思 然後就會說 然後她就被Jane 什麼 Fire Dragon抓住了 可是後來 她又被解救了 然後怎麼說 然後就自己講 然後我懂得早上 好生痛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們知道什麼是Fire Dragon嗎 然後他們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 可不可以再熱情一點 他們感覺妳很夠智 然後你知道 我要去講故事的前一天 剛好跟那個哈琳哥工作 然後我就一直很恍神 然後哈琳哥說 妳在幹嘛 我說 我現在胃很痛 我壓力好搭 他說為什麼 我說我明天要去學校 當愛心媽媽要講故事 他說這有什麼好緊張的 妳的三鏡都主食過了 我說 我確定我可不可以處理得了 他說 不過我也是 他吃過那個燜鍋也是很慘 余辰敬遠 他親自去講故事 然後他一開始講那個故事 前兩句小孩就說 聽過了 聽過了 好帥 然後我就說 聽過怎麼辦 然後他還好他有多準備 舉個那個 他說那這一本他說 那個機器人這邊說 聽過了 好帥 然後到最後他真的沒東西講了 他就把AMIB那個電影 從頭到尾講一遍 你之後那個 講電影 我真的沒有 你沒有 會失憶那個 對 他把電影劇情整個講完 他才過關 天啊 太累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完之後 我就想說天啊 我壓力更大 好可憐 我太累了 所以講故事 你不要以為很輕鬆 其實壓力也很大 我覺得我真的不是那些爸媽的對手 然後我後來就想要再辦灰塵 然後我就跟那個老師說 因為我通常都不是那種會舉手 說我要幹嘛的 然後他們就是要辦那個 那是什麼 運動會 是 然後他們要辦整個年級的運動操 運動表演舞 然後我就突然就是為了我女兒 我就 我來這樣 對 編舞啊 對 然後老師就說 真的嗎 媽媽 妳願意 因為我覺得上一場輸得太慘了 我就說我來編 然後因為我也不會編嘛 然後我就請老師 但是後來就變成是 老師跟我女兒共同編 所以他在整個年級就是 幫大家編舞的一個人這樣子 你就可以跟我們回一層啦 有嗎 這個就是跟我們一樣的記憶啊 可以 那也是在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說運動會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我們需要一個帶動的人 對 然後我就知道聽到 帶動 聽到有跟舞蹈相關 都特別沒什麼情感 帶動 好 然後大家就自動會轉過來給我 對 結果我就 這個我連規了 他說老師 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彩排 彩排 拜託 他跟我講說要載牌 太好了 我說不用啊 幹嘛彩排 那老師 老師說沒關係 到當天見好了 因為那個行程 那天大陸找到運動會 七八點開始 然後我大概是八點二十分 然後我就想說八點到就好了 帶動跳是不是 帶動 帶動跳 全校 有什麼難的 一進去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校長 副校長 我讚 西位喔 喔 好厲害喔 但是我要穿一個玩偶裝 你看到你的頭嗎 對 而且我要追蹤校長跟副校長 我不能自己 我要跟她一起做 不是做 而且我這樣 然後結果我表演完 我下去找我女兒的時候 我女兒說 你不是說 你不是答應學校要帶動 你去哪 還被冤枉沒來是不是 她說 她說我怎麼看到學校的 她說我小朋友 她說為什麼沒有藍波老師 你不是跟我講說 你來個學校帶動 她是被老師白照吧 你真的很冤枉你這個 我都流超多汗的 超多汗的 超浪費 這樣你不去彩排 你一下去還被我女兒問說 去哪裡了 那麼晚了 沒來 過九點才到 我說表演完好不好 你這次被學校陰嘛 被學校陰對不對 沒有 就是 我原來就是 話沒有聽完 沒搞清楚 因為有一次我是被我女兒陰 因為我就是 因為你老大要去當 講過故事 所以老二老三也要講嘛 對 然後後來有一個就是 我還負責想說一定要更豐富 就準備了一袋 各式各樣的那種小玩偶 然後我那時候帶回家的時候 他就已經率先說 媽媽我要這一個 我說你要這一個 可是那是舉手抽籤啊 對 他說 我就說好吧 那我明天第一個問題會問說 什麼什麼什麼 你就立刻 我話還沒問完 你就直接舉手 然後我就回答 你就可以第一個來拿你這個娃娃 然後後來那天就發生了 我就說 OK 講完故事囉 準備要來抽禮物 我說我要問的第一個題目是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女兒這樣 實驗是 快 然後我說 這個題目就是 請問那個小女孩有沒有什麼 然後我就另外 在遠方有個小女孩 就這樣舉手 然後我就說 要看到嗎 就只有她一個人舉手 然後我女兒 沒有 她已經舉完之後 然後我女兒現在 所以你也不可能就說 你 真的也說笑話 對 然後之後我就硬著頭皮說 OK 你 然後她又好死不死答對了 好 可是這麼多娃娃 對 我想說不可能 我說來 上來抽禮物 然後她就這樣看看看 然後她就 手就 往我女兒喜歡她那個網口 這樣要抓下去 然後就也把手進去這樣 我就這樣抓住那個 我說 你是不是喜歡那個紅色 你看 你看 對 然後她就靠我 好危難喔 她就看我 她就說 她就想要拿我一個 然後我就說 那個紅色的現在很流行耶 然後她就想說 竟然媽媽是不是有病啊 對啊 她就只要拿走 好多教堂在看 對 然後要問第二題的時候 我就正式跟我女兒這樣 結果她就到第四個 才跟我就是真正 TEMPO 對到 對 你看我手那個娃娃手 我多麼久 她也不准人家拿這樣子 對 因為其他還會有一些 那種愛嗎 會在後面就是看你 對 我想說被愛媽看出來 我那個舉動就是 完蛋了 很丟臉 對啊 這完全就是作弊 作完成就是 你也講出來了 對 你也講出來了 你咧 我覺得大家都好偉大 我小孩比較小 兩個嘛 對 她還比較小 所以我不需要去學校 做太多事情 但是媽媽權我是自己就避掉了 可是我覺得我為我小孩做 有一件事情是還滿 我自己想起來有點不太可思議 就是我那時候想要她進一間 還不錯的學校 那學校就是全方位都會教 包括什麼攀岩 就她還很小 然後也有雙語學校 然後她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學 所以我好想她進去 可是她名額只有二十個 太少了 一年就只有二十個 是要靠抽籤嗎 抽籤也是 然後你戶籍等等的 然後我好像完全都勾不上邊 我只是住在同一個區塊 然後 而且她又好像學費又不便宜 結果後來那時候我為了這件事情 其實我去上網看的時候 她已經名額全滿了 然後我就祷告了一個月 每天 不要跟我說是靠祷告進去的 不是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做這件事情 是有狠心的一個月 然後一個月後 當然也不可能突然發生什麼事情 但那一天就是我去 就我們開車到山上 然後跟小朋友 那一天是週末 然後就下雨 我就覺得好累 就想說好 看到這裡有點迷路 不知道在哪裡 我就好下來走一走 走到一個草坪 然後裡面就有一群 三個家庭的爸爸媽媽在那邊烤肉 然後我就小朋友去上廁所 我就跟那邊爸爸媽媽閒聊說 這邊是可以烤肉什麼的 然後爸爸媽媽就閒聊起來 突然那個陌生人 就聊得很來的 他其實跟那個學校的校長 什麼可怕 怎麼那麼巧的事 最好事吧 生一錢就生一錢 妳在那邊 對啊 神的安排 妳希望我們跟妳一起祷告 對不對 不知道花多少錢 收集這三個人會聚會的時間點 對不對 來烤肉 花了一個月收證 還陌生人 我一路誰會姓啊 那也是小朋友說 哪一個山 在新店的 對 都新店 然後我小朋友說 想上廁所忍不住才下去 所以一切都是 你們全都套好招了吧 沒有 剛好在那個位置 三十五天的時候想上廁所 然後我整個人就覺得 怎麼可能 我想說怎麼可能 可是後來他就說 我也不確定可不可以 他就說我也不確定 但我就幫你問 才聊一次天他就幫妳 對 我們就只是聊了 十五分鐘 妳是裸上身嗎 沒有 那好 妳有體諒嗎 我跟你講 我要表現到我衣服好濕喔 好熱喔 最近為了我小孩 對 你們的烤肉的火 可以幫我烤乾嗎 真的嗎 妳下車馬上把水桶 濕聲秀 不是 真的不可能 難做學校是 很難進的學校 等一下 是媽媽幫你還是爸爸 是爸爸 來 出來 我問她 我問妳了啦 就是這樣 對不對 結果後來呢 結果他就真的幫我 打了那通電話 我們就先交換線 然後他就 交換線 重點是線 晚上我約出來喝酒吧 一定有 他有說我們可以家庭聚會 朋友 小朋友玩在一起這樣子 就是繼續可以 小朋友玩小朋友 大人玩大人 對啊 因為以他的外型 是不是一般爸爸會有點動心 一定會的 哇 可是我那一天素顏 太高了 很強射手 你也有檢查過他老婆的外型嗎 他老婆那天剛好不在 比較遠 這樣好像跟著 你看 你看 抓 這個開 抓 這個抓 再三句考慮 老婆下去 對 三句 對 要讀書是不是 哎呦 不要 破天填慢慢爬上來 對 媽媽去 媽媽去 一定要 沒有這種事的 我有多少 今天學校我們想要進去 進不去就是進不去 我真的超感恩 因為隔天真的就是 他們學校的人就聯絡我 馬上的 怎麼可能啊 好扯 我女兒就是二十一個 第二十一位學生進去 你知道我進去的時候 我真的超感恩 你真的超感恩 我就一直跟她說謝謝 可以這樣 我想問一下 她老婆爬上來了嗎 腿筋飯 前天啦 前天上來了 前天馬上來了 前天有上來了 你對到現在眼睛 我老婆 我還老婆 你看 抓 沒有上來 但是我要看到她小孩 她是不是一白一白的 沒有 她是哪有上來 她還沒上來 我們沒看過 這是因為懸崖下面就是海了 她已經飄到不知道哪一股 那個地方其實是 太誇張了 真的 越強越明顯了 真的嗎 什麼事啊 紀惠勳 你騙我們沒有當媽媽 告訴她 這個大一張私人徒弟 請勿進入 不是 她臉人就太誇張了 而且她 她還知道密碼索 怎麼按進去 所以像比起來 Peggy才是狠角色 真的 很誇張 我真的就是 真的好幸運 真的好幸運 不是 好扯 真的 你這樣手腕也手腕高 厲害了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細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鈴 小鈴鐺 中文才餘那街 太 state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